据环球网5月28日报道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27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自己常与陈时中见面讨论防疫和疫苗进度 并分享一张与陈时中对谈的照片 有网友发现陈时中在与蔡英文面谈时拖鞋让脚底偷气 这一举动被侵略的自由时报形容为真性情 随即引起网友一片骂声 岛内网友称陈时中连基本的礼仪都没有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人有多轻挑目中无人 也有网友直接批评自由时报称 拿出真正有效的防疫政策后 再来吹陈时中的真性情好吗 还有人则斥责 那么多民众生命没了 请不要再演戏了 靠演技诈骗无法长久 27日台湾新增401例本土确诊病例 另有校正回归本土病例266例 总计667例 目前岛内各县市均被攻陷 台北新北医疗资源告急 确诊病例总数达6000多例 有59例死亡病例 急转直下的防疫形势 令台湾民众忧心如焚 而民进党当局的作为更让各界不满 岛内舆论痛批 民进党防疫乱象 让情势血上加霜 一位大学兼任教授 投书岛内媒体直言 缺电缺水缺疫苗 苍生甚苦 请求当局行行好 就别再缺德了 欸 我们正好 在这期间点结束 加写 也很静 正好 我们正好